经济内银,你刚才也说提及内银也看好的 好,939建行,5.5毛衣服有货的 你应该建议如何处理呢?Christine,你来的 5毛衣服就值得是继续扎 一来就很好的地方 一来起码账面上已经赚了好几次 虽然那个幅度又不是说非常多 但是都OK啦,在两户里说 那而以来当然要看好几次买 如果真的这两天买的,算买得漂亮一点 因为你五个半左右都算是一些近日的低位附近 但是如果你是很久之前持得更加好 因为一向都已经在收价 所以这个当然要看你本身什么时候持 但是真的另外一个价位 我想现在简单的减 都有个涨幅在这里,不妨保持 还有始终这个息其实现在都有差不多7厘 其实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息率 预期更加7厘,几百厘 所以真的不妨继续做一些中线的部署 还有始终刚才说到就是,虽然可能我们会有减息降噪 但是实际的息息压压,我觉得不会特别大 还有你论中长线在建行或是四特线这些呢 那么那个资账质素真的很均匀 就是你看到就算过去经常说一些内房问题 可能有一些的中小企的爆煲 各样因素都好 其实因为始终这些资账内容 特别四特线的不良卡贯率是很低的 所以实际对整个盈利的冲击呢 或者整个银行业的冲击其实不是真的大胆教授 所以比较适合真的做一些长线的事由先 好,那我们谈谈这个